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五分钟快速出门 就算只花五分钟 但是又会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今天是有打扮过的样子 这个方法其实很简单 我们固定穿法不变 然后你就可以一段换颜色 颜色一换你整个人看起来就会有新鲜感 那我们今天就先固定一个穿法 内搭加衬衫加口腿裤 其实今天主要的一个颜色就是 蓝色白色加条纹 如果大家没有条纹的话没关系 你就蓝白两个颜色 里面全部都是白色 你的衬衫就别随便换 接下来这一身的配色就是白卡蓝 就试一下白色加卡色 然后用蓝色的单品去做过度 有条纹就用条纹 没有的话你白色的背心也很好看 但这一身的感觉是一下子就清爽了 而且这一身如果大家是有那种 奶油色的框框眼镜带 绝远风的感觉 书生气就扑面而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白色的衬衫卡 紫色的裤子 再加一个蓝色的背心 白色的背心也可以 蓝白卡这三个颜色 下来这一身其实主要的颜色是 紫色加米色 奶油色的配色跟这一身搭在一起 其实它的颜色过度就会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是用紫色作为那一搭 然后外面加米色 下来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米色加葱色 如果大家有一点绿的话 就可以加点绿 但没有也没关系 都是那种浅浅的米色 然后淡淡的圆码色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大家就可以用这种 有点抽香绿 这种颜色跟它叠的话 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种搭配 就会比白色看起来更有参丝感 这个配色超级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很高级 就葱色米色加一点绿